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来到医学教育网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学习一下中医经典基础的学习班 我们首先学习一下内经 在开始之前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中医经典在职业医师当中的这样一个历程 中医经典呢,2020年开始加入到我们这个考试当中来 之前呢,是没有这个中医经典的 这个首先说非常有必要 因为我们学中医的知道 想做好临床,无非这几条路 一个是根明师,一个是读经典 再一个是亲临床 所以呢,国家也是看到了 现在我们院校培养出来这些学生啊 在经典方面,在临床方面可能有一些欠缺 所以呢,在医师考试当中加入了四大经典的内容 但是这一部分呢,整体的分值不多 基本上在15分到20分左右 并且在之前有一些划分在中医基础理论当中的 内经当中的原文的部分现在化归为中医经典 所以其实按整个的分值来说不多 那考试难度呢,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只不过,这门可能大家之前没有那么在意的学 或者说它内容相对多一点 把四门课划分成了一门 算中医经典 所以大家学起来可能相对也吃力一点 但是呢,我刚才说了 整个只有职业当中有 并且分值不多 分值不多,20分左右 那咱们这个课呢 第一个任务还是为了帮助大家顺利的通过这个考试 顺利的拿到证书 所以咱们这个课的课时也是按照最后这个分值来确定的 既然考的20分左右 所以咱们这个课的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 什么意思呢 咱们这个课,中医经典课 最后也就是让大家顺利的把原文过一遍 然后把这些基本的含义解释一遍 您听完这个课,对您考试有所帮助 也就到这儿 那您说我对这个经典非常非常感兴趣 并且呢,我善于从这里边学习 怎么临床 那是您底下这个事 咱们这个课因为受制于时长的原因 您比如说一门课可能就一个多小时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咱要把这整个一门 您比如说黄连内经 比如说伤痕杂兵论 要给它串完 大家想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迫的 时间还是比较紧迫的 所以大家呢 对咱们这个课首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是最开篇跟大家交代的 您说我就特别喜欢经典 然后呢也特别认同这个里边的说法 我想对我的临床有一定的促进 咱拿到证之后 通过了这个考试之后 私底下 您再好好学 可以听一些大家的课 您比如说黄连内经 有北京中央大学的王洪图教授 讲的就非常好 当然上涵还有刘渡舟 胡锡树这些老专家 他们在一门内经或者一门上涵当中 就可能有80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到咱们这个课只有一个多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大家呢只能是跟着我们串一遍 把条文串一遍 并且考试也是这个规律 基本上呢 以原文为主 尤其是这个内经这一部分 以原文怎么说的 考试的时候虽然不是这个默写题 虽然不是填空题 但是呢 其实考的还是以原文为主 所以这个要最先跟大家说到了 这是对咱们这个课 对职业医师的中医经典课 四大经典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那具体咱们说了 是为了通过考试 帮助大家省时省力的 拿到这个证书 那具体来说中医经典 那怎么学呢 在这首先要跟大家学到 第一点我个人觉得啊 打好基础 打好基础 那我个人觉得 现在虽然是四大经典 中医四大经典 但是呢 您还是要把基础课打牢 基础课打牢 一个是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中基中诊中药方济 这是咱们中医类别的这个科目 也是比较基础的科目 只有把这些啊 先学会了 学明白了 才能为以后学习临床的科目 有一个基础 那这些基础都没有 或者说学的不太好 那学以后临床的科目 乃至咱们四大经典的科目 应该来说就比较吃力 所以先把基础打好 这是从整个的复习规划上来说 中医经典 按性价比来说 考试的性价比来说 其实不太高 按性价比来说不太高 因为内容非常多 然后呢 难度也比较大 这应该说是中医里边啊 难度最大的几门科目 所以从这个复习的规划上来说 先后次序上来说 咱们还是要打好基础 先打好基础 那打好基础也是为了 帮助我们学习经典 有的同学可能 复习的时间比较早 开始的比较早 基础呢 也比较扎实 那现在呢 想提高一下 想这个医师最后考到500分 或者400大级 就想把这个经典好好攻破一下 那我的建议 首先也是要打好基础 也是要打好基础 因为咱们看一下 四大经典这门课 是吧 这里边包括的 内经也好 伤寒也好 温病也好 内经 在这个上个世纪 最开始成立中央大学的时候 咱们终于基础理论 就是脱胎于皇帝内经的 就是脱胎于内经选读的 所以大家有中基的这个底子 那学起内经来 好多东西才会变得比较熟悉 那学好中药跟方济 对于咱们学习 山海也好 温病也好 金贵也好 也是一个基础的 也是一个基础的东西 因为咱们 无论是中药还是方济 尤其是方济当中 可能接近一半的内容 是张仲景的方 是吧 还有很大一部分呢 是后代温病学派这些方 所以您先有中药的基础 然后有方济的基础 这样再学起原文来 我指的这个山寒也好 金贵包括温病 学起这些原文来 才不会感到陌生 否则呀 上来我不打好基础 那个四大基础的这些 中基中整 中药方济 我没有学得特别好 我上来就想啃这个经典 我告诉大家 很难 很难 所谓这个学习都是有层次的 一步一步递进 是吧 基础不劳 地动山摇 所以无论是从考试复习的先后来说 还是我就是想好好学习 四大经典来说 第一步都是要打好基础 这个基础指的就是 我们讲的主要是 中基中整 中药方济 是吧 主要就是这四门课 那第二个 刚才我们说了 咱们职业医师啊 2020年啊 加入了四大经典的内容 但是呢 考试本身来说 以原文为主 是吧 以原文为主 也就是说 咱们在复习的过程当中 咱们呢 这个课是给大家串一遍啊 原文串一遍 然后这些 这个注释 注解的这个内容串一遍 但是大家自己学的时候 还是要诵读原文啊 您就多读 多读这个条文啊 包括好多老师给出来 这个复习建议啊 也是 基本上 把这个原文读熟了啊 大概一个意思 能够理顺了 那通过这个考试啊 应付起来就相对容易一点 所以考经典考经典 本身学习它的目的 也是为了让您知道啊 人家内经时代是怎么说的 重景时代是怎么说的 它是什么样一个思维 所以先学它的这个东西 那就必须要尊重 这个原文啊 必须要尊重原文 所以呢 咱们呃 听这个课的重点 以及自己底下看 还是要诵读原文 这两点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 啊 比较重要的 另外啊 想跟大家再多说一句题外话 就是咱们这个经典的学习啊 那什么叫经典 是吧 啊 一加一等于二 它就不是经典 是吧 一加一等于二 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 那经典呢 可能有好多矛盾的说法 哎 它前面这个条文这么说 后边这个条文这么说 或者呢 原文是这么说 那后人在这个校正 然后注释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原文可能有错误 所以在这些不同的说法当中 咱们来理解 来探究 那古人他为什么这么想啊 他为什么这么琢磨 然后对现代的临床 是这两种说法 都有价值 都有意义 那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这是学习经典一个思维 渐进式递接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那话说回来 咱们这个课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通过考试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啊 咱们考试考司法经典了 我买课啊 有这门课 那我学完了这个司法经典 那我中医啊 内经也好 伤寒 温病也好 我就通了啊 一通百通了 我告诉大家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因为它是一个持续进步的过程 啊 呃 您要是听完这一个多小时的课 不到两个小时 就能把一门课完全打通 那您想咱们这个课 得价值连城啊 是吧 那从时长上来说 也是不太可能 是吧 咱们的这个目的与宗旨 就是为了帮助大家 通过这个考试啊 这是在最开篇 讲了好多 为什么考经典 以及经典应该怎么学 最开始呢 大家不要为难情绪啊 摆正这个心态 是吧 呃 学习呢 都是递进的 那咱们就从最开始的这个阶段 开始学 今天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内经啊 内经第一篇 选的上古天真论 我说的是我们这个考试的第一篇啊 速问的上古天真论 那这一部分呢 主要讲的还是一个养生的一个问题 呃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原文是吧 西在皇帝生而神灵 然后弱而能言 然后幼而逊奇 长而敦敏 长而腾天 这呢 是主要是说皇帝啊 他从生下来啊 就比较聪明 然后从这个十多岁二十多岁到一步步成年之后 哎 他就能够登天子之位啊 成为皇帝就能够管理天下 所以就说他这个人比较聪明 然后问天师说 我听说上古之人 余文上古之人啊 春秋皆夺百岁而动作不衰 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啊 能够活到一百岁啊 甚至一百岁以上 而动作不衰啊 这个平时活动起来啊 还跟年轻的时候差不多 那今天的这个人 年半百啊 五十岁啊 动作皆衰 咱们有一句话嘛 人活七十古来西 是吧 人活七十古来西 所以古代的时候 这个寿命啊 都相对短一点 他说的这个春秋皆夺百岁 上古之人呢 就更加久远了 在皇帝这个年代 就都到半百而衰了 说是时代不同了吗 然后齐伯对约 这一段话就比较重要啊 这一段话就比较重要 上古之人齐之道者怎么样呢 知道这个养生之道的 他应该怎么做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食饮有节 起居有长 不忘坐牢啊 这五点很重要 大家看我本身也标黄了 是吧 问您皇帝内经当中 养生最重要的几个原则 或者是几种具体的做法 法于阴阳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然后在饮食上 在日常的起居上 然后以及在这个休息 跟劳作上 都是要注意 都是要注意 那只有注意了这些方面 才能够行语神句 否则 您就是这说的啊 年半百 而动作皆衰 是吧 所以这个大家好好读一读 是吧 上古之人齐之道者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食饮有节 起居有长 不忘坐牢 然后能够达到行语神句 活一百多岁 活一百多岁 那今天的人 他不这样 那今天的人 没有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他怎么样呢 以酒为疆 以旺为常 醉已入房 以御节其经 好散其真 不知持满 然后不识欲神 勿快其心 逆于生乐 起居无节 故半百而衰也 什么意思 以酒为疆 就把这个酒 当作一个正常的 平时喝的这个饮品 就跟咱们平时喝水一样 是吧 所以这就说明 这个饮酒过度 然后以旺为常 胡乱的作为 是吧 然后不知道持满 不知道欲神 不知道保持 大家看 我们底下 之前这个 前两年的这个课程 有学员反馈 就说好多东西 需要注视 需要理解 所以咱们这一次 把这个PPT 也是这些 非常难理解的 这些点 这些词 把大家在注视上 给它贴了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 听这个课的时候 上面看原文 下边呢 或者下一页 看一下这个注视 是吧 什么叫不知持满 不知道保持 精气的这个隐瞒 不知道保持 精气的充盈 还是一个 这个忘作的一个状态 是吧 忘作一个状态 不食欲神 这什么意思呢 不善于调射精神 不善于调射精神 物快其心 逆于生乐 起居无节 故伴北而衰 所以这个呢 讲的就是 古代的人 跟现代的人 现代就指的 皇帝的那个时代 古代 他这个古代 就是上古的时代 就说为什么 那时候能够活 超越一百岁 现在呢 活不到了 以久为疆 以旺为常 罪已入房 以御节其经 大家其实想一想 这个道理非常的正确 非常的正确 咱们现代啊 工作呀 包括这个学习 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是吧 他这个经啊 当然不单纯指的是 咱们这个生殖之经 是吧 您平时比较劳累 这个经常加班 或者经常熬夜 那您本身这个 这个精神啊 这个精神 也是耗损了很多的 所以呢 好多时候也没有办法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如果您想让自己身体 更健康一点 那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最后看一下 这一篇的导学 导学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大纲 这个教材 给出来的一些考点 一些考点 第一个就讲 养生的原则和方法 具体的原则 顺应 自然界的规律 是吧 法于阴阳和一数数 然后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作息规律 其实呢 包括两个方面 对外应该怎么样 对内应该怎么样 对外要顺应自然 是吧 这个春天怎么样 夏天怎么样 后边咱们还会讲到 总体上来说 您要顺应自然 不要违背 大自然的规律 那对于自己内部来说 对于自己自身来说 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作息规律 是吧 这个是寒温 然后这个起居 起居啊 寒温啊 饮食啊 这些等等 包括情质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养生啊 需要尊重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 那第二个 就具体应该怎么做 大家看 这个方法 这几条就是我们的原文了 是吧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食音有节 起居又长 不忘坐牢 故行与神聚 夺百岁乃去 是吧 所以这个第二点啊 包括咱们 其实就是原文的 这个第二段啊 大家还是要把这几点 给他记下来啊 给他记下来 具体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 大家看这是五个选项 是吧 有可能就给您改一个 让您选哪个不是的啊 很有可能这么考 那第二个 失于调摄 是引起人 早衰的一个根本原因 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 这个过度了啊 好多事都过度了 不知道持满 不知道御神 是吧 过度的消耗自己 熬夜也好 加班也好 然后过度的饮酒 是吧 或者情绪的异常也好 这些都是失于调摄 失于保养 尤其是在这个 自己的意识这方面啊 意识这方面啊 失于养生啊 失于养生 养生不单纯是 我要吃好的 喝好的 是吧 整体的一个 这个作息 包括一个生活状态 这些都是您长寿 养生的一个秘句啊 所以这是古人教给我们的 第三个 行神统一 也就是行与神聚啊 古人有一个说法 叫行为神之宅 这个行体是我们神明 我们知道 学过中医技术理论 知道新主神明 是吧 我们的行体是神明的 这个宅 也就是住所 那神呢 就是行体的一个主啊 所以其实还是强调一个 神 以及强调一个 行神统一啊 咱们不单纯啊 是有这个躯壳 咱们还要更多的 要保持精神的充盈啊 保持精气的充盈 最后提到人的这个自然寿命 当然现代研究也有说 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个寿命 就应该是120岁 是吧 古人也说呢 多百岁 超过100岁 这是这一篇跟大家讲的 本身呢 这些原文 如果是有一些难理解的字啊 咱在这都跟大家标了注释 然后具体怎么学 还是大家要读一读啊 读一读原文 就是我们最开篇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啊 诵读原文 尤其是这个标黄呢 法云阳和一数数 时音有节 起居有长 不忘坐牢 然后行与神聚 包括大家看后边这个导学当中 提到的这些这一条 也都是来自于我们原文 是吧 也都是来自于我们原文重点的内容 所以你这一篇 咱们讲的时间很长 是吧 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学啊 以及他可能会怎么考 是吧 重点的内容是什么 好下边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素问的四气调神大论 主要讲一个治未病的思想 我们中医呢 不治已病治未病 是吧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 此之未也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指导思想 后边进一步的解释 夫病已成而后药制 就是说现在已经得病了 您用药物给他治疗 乱已成而后制之 这个国家各个帮派 大臣之间 包括这个地方之间 已经形成这种乱世的局面 争斗的这种局面了 这时候您才想起要怎么治理 要出什么样的策略 出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理 这时候我们老祖宗认为已经晚了 是吧 譬如什么呀 渴而穿井 我现在口干舌燥的 反而才想起打个井 打个井 然后斗而助追 马上要跟人打仗 决斗了 才想起 铸造兵器 这个锥就是兵器的意思 不亦惋忽 就说这时候 已经是超越他治病 或者是治理国家最好的一个时期了 所谓不治乙病 治未病 不要在他 已经发作了 或者是已经很严重了 才想起来治他 上公治未病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 咱们学中医的都知道这种思想 都知道这种思想 那这一段主要提出的就是治未病的养生防病原则 那治未病的意义 或者说它包括的重点的内容是什么 两点 一个是未病先防 未病先防 联系咱们第一篇讲的养生 发云阴阳合一数数 食阴有节 起居又长 不忘坐牢 是吧 未病先防 强调养生 以疾病的预防为主 疾病的预防为主 包括大家看这两年 肆虐的这个新冠 是吧 其实呢 咱们国家控制的比较好 那是怎么控制的呢 控制传染源 是吧 然后切断传播途径 主要就是 咱们在整体的这个防御 隔离也好 然后预防也好 做的比较好 所以还是强调一个 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在前面 所谓的未病先防 是吧 第二个 以病防病已经得病了 这时候防止它进一步的恶化 防止它进一步的传变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及时控制疾病的发展和传变 所以治未病的意义 具体包括了这两个方面 未病先防和乙病防变 这两点大家要记住 大家要记住 好 下面看一下第二个要点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那原文来说 就截取了这一句话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就这八个字 后人在注视的过程当中 就有好多的这个解释 有好多的解释 咱们先看第一条 也就是我导学 列出来这一条 第一条也是最传统的一个解释 春天呢 四季 春夏秋冬 生长 化收藏 是吧 春天就养生 夏天养长 这两个 无论是生还是长 它属于阳的范畴 所以要养阳 那到秋天主收 冬天主藏 这两个呢 这两个呢 又都属于阴 所以秋冬养阴 是吧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就把我们这个四季 它这个事物 包括自然界的事物 包括我们人体的这个 发展的规律 概括出来 生长收藏 所以那你就人体 也要顺应 自然界的这个规律 那春夏 应该养什么 秋冬应该养什么 这是最传统的一种解释 也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种解释 最耳熟能详的 那大家看 二三四还有几种解释 您比如王冰 他从阴阳护根的这个角度 护根并且相互制约这个角度 来解释 春天吃凉的 然后夏天吃寒的 以养阳 那秋天反过来 应该吃温的 然后冬天应该吃热的 以养阴 那张介斌呢 他又从阴阳相互依存 互用的这个角度 说阴根于阳 阳根于阴 阴以阳生 阳以阴长 春夏养阳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秋冬 是为了秋冬 在阴气比较盛的时候 是为了秋冬 能更好的度过去 不至于秋冬犯病 那秋冬养阴 也就是为了春夏 更好的能够不得病 所以无论是这个四季 您是在哪个季应该养什么 他就把这几个都放在一起 作为一个整体的认识 所以其实第二条第三条 都是把阴阳放在一块来进行解读 所谓什么叫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跟我们第一条还是不一样的 那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这个解释 也是跟第一条一样 这个传畅度比较广 什么意思 大家看一下 张志聪 他解释了阴阳盛衰 从阴阳盛衰的这个角度 咱们看一下第一条 春夏应该养阳 春天是生 夏天是长 那他认为呢 在春天跟夏天的时候 我们阳气啊 自然界也是阳气旺盛 那么人体呢 也是阳气旺盛 是吧 那阳气旺盛 在外边啊 是在这个体表 或者在人体的这个 这个这个皮肤啊 阳气旺盛 旺盛于外啊 整体上是旺盛于外 那如果外部啊 体表阳气比较旺盛 那对应的体内阳气就要衰弱 所谓阳气春夏是胜于外 而虚于内 所以我们应该养阳啊 应该养体内所需的这个阳 因为现在阳气都跑到外边来了 秋冬呢 就相反 秋天跟冬天 这个阳气比较盛 阳气是胜于外啊 比较怕冷啊 天也比较冷啊 但是呢 虚于内啊 虚于内 所以我们应该养阴 养阴养的是什么阴 养的是体内所亏虚的这个阴 所以大家可以跟第一条 来进行这个对比互参 这样呢 本身也是第一条第四条 传向都比较广 那王斌跟张介斌的 这第二第三条 主要就从整体的角度来解释 那这是这四个啊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大家要首先啊 这一条本身 原文就引了这一句话啊 核心要点就是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大家可以记不住这么多说法啊 或者我记不全 但是知道春夏养什么 秋冬养什么 知道这个 好 下面看一下 要点三 夫四十阴养者 万物之根本也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以从其根 其实呢 又把这个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又进一步的解释了一遍 是吧 又进一步的说了一遍 以从其根 然后 故与万物 浮沉于生长之门 如果逆其根 就是反过来了 或者说不注重 当即的这个养生 则伐其本 坏其真野 这一段呢 提出了四十五脏阴阳的 这个整体宽 是吧 其实呢 就是说自然界 跟人是一个整体 自然界跟人是一个整体 咱们 在进行养生的时候 春天夏天 秋天冬天怎么做 应该 遵守 不能违背 自然界的这个规律 把这个四十 也就是指的春夏秋冬 是吧 也就是指的春夏秋冬 不能违背 四十的这个整体的原则 不能违背这个整体的原则 这也是咱们 学中基就讲过 中医最讲究整体观 整体观呢 大的方面 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 那人本身是一个整体 是吧 那四十五脏阴阳 其实核心的一个点 所以圣人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核心的还是说 这个养生的一个问题 春夏应该怎么办 秋冬应该怎么办 那这一条就是进一步的解释了 我们应该尊重大自然的规律 尊重大自然规律 药典四十五脏阴阳 是吧 顺应四十的这个规律 顺应四十 然后决定我们春夏洋洋 求冬养一 好 看一下第三部分 苏问 阴阳应相大论 在药典一 主要就也是提了一句话 治病必求于本 治病必求于本 大家看我们这个职业医师 2020年才加入了中医的四大经典 所以呢 在大纲的这个设计上 选的条文都比较简单 并且呢 这个很良心的给出了这个注释 就怕大家在这个阶段呢 这个基础或者是基本的这个字役 有一些问题 所以给出来这个注释 并且选原文的时候啊 也是选的比较精炼 是吧 没有大段的都选下来 那如果就选这一句话 那咱们知道这句话爱考什么 治病必求于本 爱考这个本 指的是什么 这个本指的是什么 因为为什么要考这个呢 咱们还有一个词 叫治病求本 是吧 治病求本 像这个本 它对应的是什么 它对应的是标 咱们学过中医技术理论都知道 急则置其标 缓则置其本 是吧 知道这个标本的问题 那这个本呢 治标治本的这个本 是病因或者病基的这个根本 根本的病因是什么 或者说这个疾病的主要一个矛盾是什么 那我们素问 阴阳印象大论 这个里边的治病必求于本 它的这个本 大家要跟这个做区分 这个本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阴阳 指的是阴阳 我们中医啊 无论是从这个脏腑 经络 或者说气血 或者是从病因上 病基上 诊断上 治疗上 等等等等 好多都分了阴阴阳 是吧 都分了阴阳 所以我们把这个阴阳作为一个认识疾病 诊断疾病 乃至治疗疾病的一个总的纲领 是吧 咱们学这个诊断学有一个八纲辩证 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其中就以阴阳为根本 那这个治病必求于本 指的就是本 阴阳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本是什么 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就这么考 治病必求于本 内经所说的这个本是什么 大家要记住 是阴阳 其实这个呢 它是认识事物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则 是吧 咱们中医就讲 人为什么会得病啊 阴阳失调了 那怎么治呢 调节阴阳 那你怎么就好了呢 阴平阳密 是吧 这个说五千年 说一万年也错不了 这个事物整体的一个基本的认识 分了两个 其实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辩证法 是吧 这个辩证法的这个观点 那一阴一阳 这两个方面 好 下边看一下这一条啊 所谓阴位出下窍 阳气出上窍 这个呢 为后者为阴 薄为阴之阳啊 气后者为阳 薄为阳之阴 这个呀 大家看 讲的是这个气 讲的是这个味 这个呢 所以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啊 学习这个经典 你要先把四大基础的这个理论啊 这个底子打好 这些 主要涉及的就是咱们中药学当中的知识 我们中药 最重要的一个药性的理论 四气五味 是吧 寒热温凉 酸苦甘心咸 这个在黄龄面经当中也有体现 把这个味跟气这两个 那一个属阳 一个属阴 是吧 这个味 他就属阴 气 属阳 啊 气属阳 大家看 为后者为阴啊 为后者 为本来属于阴 那为后者就为阴中之阴 然后薄为阴之阳啊 薄为阴之阳 气 他属于阳 那气后者为阳 气薄者为阳中之阴 这是大家要知道这个分类 这个大体的一个分类 就是 我们把我们中药的这个药性啊 这个 五味跟四气 是吧 这个给他分了阴阳 那气是属于阳的 然后味是属于阴的啊 这个大家要知道 然后 味后则泻 脖则通 气脖则发泻 后则发热 这个呢 一会咱们还会跟大家具体的解释啊 以及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药物 大家一看就能够理解 那什么叫味后则泻 脖则通 后边就讲的 壮火怎么样 绍火怎么样 壮火跟绍火呢 也是有两个含义啊 有两个含义 壮火之气衰 绍火之气壮 壮火 石气 大家看 这个呢 给大家标了注释 是吧 壮火石气 什么叫石 这个发音 大家要读对了 读对了这个发音 您就能理解 它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壮火石气 我们读成石 石物的石 它是腐蚀消耗的这个意思 消食腐蚀 壮火 石气 然后气四烧火 气四烧火 这个呢 就读成四 饲养的四 饲养的四 也就是说这个气啊 普通的这个气啊 它是能够饲养烧火 能够饲养烧火 然后壮火散气 烧火生气 也就是指的 这个气四烧火 烧火生气 是一个意思 是一个意思 那刚才说了 这个呢 是我们内经当中提出来的 把这个药物的气跟味 来分阴阳 我们刚才说味为阴 然后味厚的 就为阴中之阴 就是特别阴了 那味比较薄的 它就属于阳 它就属于阳 味厚则蟹 味厚则蟹什么意思 具有蟹下的作用 具有蟹下的作用 比如说大黄跟芒霄 是吧 大黄跟芒霄 就具有蟹下通便的作用 然后味薄则通 味薄则通 这个通指的是通力 通力您比如说 浮灵则蟹 包括木通这些 它都具有 无论是这个通经 通气 或者是沥水 这样的功效 都是起到这样 通力的作用 通力的作用 那气整体上来说属于阳 那气薄的 阳当中 属于阴 是吧 气薄的 具有发泄的作用 主要是一个发汗截表的作用 类似于咱们麻黄也好 桂枝也好 这些新温截表的这些药物 是吧 气薄则发泄 气候则发热 气候则发热 发热呢 主要就是讲的 能够补火 助阳 补火 助阳 您比如说 父子跟干浆 父子跟干浆 这页PPT 首先您得知道 这个味 是属于阳 还是属于阴 气属于阳 属于阴 然后 把后边这些 是吧 后边这些 具体的这个作用 其实这也是原文了 是吧 其实这也是原文 胃厚则蟹 脖则通 气脖则发泄 厚则发热 是吧 咱们只不过是在这一页 给大家举了一下 具体有哪些要 这样能帮助大家理解 帮助大家理解 好 下边 这一个条文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 撞火跟烧火 先说 包括两个部分 就是 什么叫撞火 什么叫烧火 具体的解释 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也是从 这个气味上来说的 气味上来说 咱们说把气味分阴阳 气味当中 按照它具体的作用的程度 又分阴阳 是吧 这个您比如说 就上一页PPT讲的 然后气是属于阳的 那气当中 阳中之阳有什么作用 阳中之阴有什么作用 那我们这儿讲的 撞火跟烧火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撞火的话 那气味纯阳的 那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消耗气 消耗气 是吧 使气衰 撞火散气 消耗正气 就刚才举的这个 气当中 本身属于阳 然后阳中之阳的 像这些 温理药 是吧 骨头啊 父子啊 那它就能够 耗散正气 就能够耗散正气 如果是烧火的话 就是气味比较温和的 比较温和的 就区别着这种 气味过于浓烈的 过于浓烈的 能够耗气的 它这种温和 正好能够补充 人体的正气 是吧 这个烧火生气 啊 烧火生气 它能够很好的 补充人的正气 就是具有这种 补义的作用 但是呢 进入没有那么大 啊 进入没有那么大 不像这些过于温理 你比如说 人参跟当归 是吧 这些都属于 干温的啊 干温的啊 气味比较温和 所以又成为 烧火啊 所以又成为烧火 这是撞火跟烧火的 第一种解释 一 这个 依据我们的 药食气味 是吧 根据它这种药性的 强烈啊 是不是过于强烈 过于强烈呢 就是撞火啊 比较温和 就是烧火 那第二种解释 无论是烧火 撞火啊 它理解成人体的阳气 理解成人体的阳气 如果是烧火呢 那就是人体正常的阳气 就跟咱们讲的 这个药食气味 说比较温和的 这是烧火 如果是人体正常的阳气 啊 所谓生理之火 这时候是烧火 如果是过于抗生的啊 过于抗生的 有句话叫做 气有余便是火 是吧 那这时候我们就成为 病理之火 所以撞火烧火 是从两个角度来认识 来理解的 一个是药食的气味 一个是人体的阳气 啊 但是呢 整体上来说 烧火啊 无论是您按哪个理解 或者说考试的时候 怎么考 有一个基本的规律 就烧火啊 大家就理解 这个是比较好的啊 比较温和的 是人体正常的这种东西 药物比较温和 然后人体正常的阳气啊 它是生理 那撞火呢 这个药性也好 或者是这个 阳气的这种 呃 这种程度 那它就比较抗生 比较剧烈 大家就单纯这么理解 有这么一个概念啊 有这么一个概念 那知道谁是好 谁是坏 是吧 知道这个 它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 那这样呢 您理解的技术上 再来看这些东西 再来记这些东西 就相对简单一点啊 不要 我一点都不理解 是吧 这也是咱们为什么 要买这个课 听这个课的意义 那呃 跟着这个课过一遍 那脑子当中呢 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自己底下再去看的时候 哎 就比较容易啊 就比较容易 好 是吧 忘文问切 善诊者查色暗脉 鲜别阴阳 沈清卓 而知部分 沈清卓 大家看 这底下的注释 是吧 呃 有时候咱们会立马的串导 有时候呢 呃 时间不允许 咱们就带过去 但是呢 您可以呃 比如说 我不知道什么叫清卓 不知道什么叫部分 哎 啪 一暂停 然后看一下 咱们这个注释的内容 那清卓是什么呢 也是指的 您这个人体啊 主要是这个面色啊 他的这个红润 与慧暗 部分 也是指的 我们讲这个五色的这个分布 是吧 看到 哎 什么样的颜色 在哪个部位上 然后决定了 你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疾病 是吧 这个讲的 大的方面来说 是望诊的内容 是吧 沈清卓 而知部分 然后第二个 是喘息 听音声 而知所苦 这个呢 闻了 是吧 望闻闻切 这个就是闻了 就听啊 就听 然后观 这个 权衡规矩 当然这个知所苦 又包括一个问的内容 是吧 您得问人家啊 不单纯是 我就这个闻切闻 听声音 那 所谓知所苦 也包括大量的 这个问诊的内容 那观 权衡规矩 权衡规矩 大家看这个注释 主要就是指的 春夏秋冬 四十四季 正常的一个卖相 春天 卖闲如龟 然后夏天 卖红如举 秋天 卖福 如恒 冬天卖 尘 如全 所以 他是指的一个望闻问切 指的是卖诊 切诊的内容 然后 而知病所主 而知病所主 按尺寸 按尺寸 这个呢 一个是包括了肌肤 尺肤 另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寸口脉 是吧 指了咱们这个寸口脉 然后观 浮尘滑色 而知病之所生 以知无过 以诊 则不施矣 所以核心的一个 把阴阳作为一个 诊查疾病的大纲 是吧 善诊者 善于诊治疾病的 善诊者怎么办 查色 按脉 先别阴阳 是吧 也有一句话 咱们学中基 可能老师跟大家提到过 望而知之 为之神 先看 先看 能够看 就能够得出 这个疾病的一个 大概的 那这属于神 这说明您是神医 所以第一点 善诊者 查色 按脉 先别阴阳 这是一个大纲 跟咱们前面讲的 治病必求于本一样 那个本 指的也是阴阳 是吧 指的也是阴阳 那再看一下 这个第四点 这个解释 是吧 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过了 什么叫尺寸 按这个尺肤部 以及寸口脉 这两个 这个日本的丹波元姐 也是注视我 是吧 为按尺肤 而观华色 按寸口 而观浮沉 导学 导学呢 就是我们这个 教材给人家提炼的重点的内容 这个主要还是强调一个以阴阳为刚 基于阴阳理论 指导的中医的诊法 这个诊法 刚才说了 望闻问切 是吧 哪个条文 哪一句话反映的是望 哪个反映的闻 哪个反映的这个切 刚才都跟大家解释了 所以串一遍 您就知道这个条文大概什么意思 阴阳是临床 中医治疗疾病的一个总的纲领 后代呢 也是把它作为这个八纲辩证的一个总纲 是吧 刚才提到了 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中医诊断学 讲到 八纲辩证 以阴阳为总的纲领 好 下面咱们看一下要点四 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 主要就讲究一个阴势力导 具体应该怎么治病 一个大的一个治疗原则 咱们先看一下原文 病之时期 病刚开始的时候可刺 其胜可代其衰而已 这时候如果是邪气比较盛 那您不要着急 代这个邪气衰弱一点 然后就再进一步的治疗 是吧 然后因其轻而养之 因其重而减之 轻养 这些本身也都是 顺着他这个邪气 或者说疾病的这个性质 顺着他这个事 然后我们辅助相应的给他 就按照这个事给他排除邪气 所以轻就往上养 重呢就往底下减 是吧 因其衰而张之 然后形不足者温之以气 精不足者补之以胃 是吧 又提到这个气跟胃的问题 如果形体不足 形体不足 其实这个形也好 这个精也好 或者咱们讲的这个精跟气也好 是吧 这个形呢 一般讲的是这个 这个功能 类似于这个 我们说形与神句 是吧 形呢 讲的是这个形体 形体发挥功能 那这个精呢 更多的指的是一种物质基础 啊 更多指的是一种物质基础 所以这句话很爱考啊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 精不足者补之以胃 啊 然后再看 其高者因而越之 是吧 既然这个病适比较高 那就哎 从上部给他发跃出去 下者隐而截之啊 中满者谢之于内 其有邪者自行以为汉啊 呃 其有邪者自行以为汉 这个呢 不单纯指的是咱们呃 所谓这些截表药 麻黄 鬼之 柴虎啊 这些汉法 呃 不单纯是用药物发汗的方法 来进行治疗 您比如说呃 在外科当中用这些洗的方法 或者说用泡脚的方法啊 这些其实也是为了给邪出路啊 也是为了给邪出路 呃 然后通过这个体表的这种汉法 也就是说不单纯包括内置法 还有外置法 自行以为汉啊 其在疲者汉而发指 这个呢 主要就是指的咱们这个用药物啊 这种内置的 更多见一点 啊 其飘悍者按而收指 其识者散而谢指 是吧 审其阴阳以别柔刚 阳病治阴阴病治阳 我相信啊 学过中医基础理论 对这个啊 阳病治阴阴病治阳 很熟悉 是吧 呃 所谓这个撞水之主 以治阳光 一火治阳以消阴阴 这个呢 一会咱们还会解释的 是吧 呃 阳病治阴阴病治阳 所谓其实还是基于阴阳的一个关系 就跟咱们前面提到的 春夏阳阳 秋冬阳阴 有类似的地方 是吧 有类似的地方 呃 定其血气 各手其香 啊 血食一绝脂 气虚一彻隐之 如果是血分的 食症啊 出现这种血瘀的表现 那你就应该用这种通的方法 啊 通的方法 就是药物的活血化瘀 还是这种针刺啊 这个通脉 都要采用通的方法 既然是瘀嘛 咱们说所谓这个阴势力导 您就要顺着病逝啊 顺着这个邪气的性质 然后 加以治疗 是吧 如果是气虚 气虚下限一彻隐之往上升 是吧 气虚一彻隐之 啊 大家看 这一页就是注释啊 就是把咱们上一页 呃 觉得比较重点 或者说相对难以理解的一些 呃 这个字 或者是词 或者是句啊 呃 又单独的 给大家放了这样一页注释 这样的大家学下来也方便一点 是吧 第一点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 经不足者补之以胃 刚才也提到了 是吧 形体虚弱了 应该用气候制品来温补阳气 如果是阴晶比较虚损的啊 阴晶虚损的 那这时候应该用这个厚味制品啊 应该用厚味制品 咱们前面也提到这个 气它是属于阳 然后味呢 是属于阴 是吧 现在既然是阴晶虚损 那用这些阴性的啊 味 厚的来自补阴晶啊 来自补阴晶 经不足者补之以胃啊 这两个都属于阴 那同气相求 是吧 同气相求 其高者阴而阅之 如果并斜在上交啊 位置比较高 用这种涌吐之法啊 涌吐之法 现在呢 吐法用的比较少 是吧 现在吐法用的 呃 很少见 但是古代还是比较多啊 古代用的比较多 其下者阴而阅之 如果并在下交 用疏导 泄力 通大便的这种方法 其实者散而泄之 表实一散啊 这个时呢 既包括表实 又包括理实啊 表实一散 理实一泄 像这些 大家不要觉得 哎呦喂 我这个 记这一篇本身 大家看一下 原文就已经这么多了 然后我还要具体掌握 那这个高是代表什么 实是代表什么 我告诉大家 不要有这个压力啊 也用不着一个字 一个句的这么抠啊 你就大概理解啊 大概理解 因为这个经典啊 现在虽然说 对于咱们复习 或者说考试的压力啊 觉得自己学的不好 或者基础不够 比较难以应付 但是呢 整体上来说啊 他还是考一些 呃 相对于经典本身 比较简单的啊 比较简单的 还没有到这种特别细的 训故学的这种 这这种级别啊 所以大家核心 比如说 您这一部分啊 把咱们导学强调的啊 像这些呢 帮着大家理解啊 导学那是重点啊 也是考点 那阳病治阴 阴病治阳 是吧 刚才说了 撞水之主 以治阳光 是吧 撞水之主 以治阳光 现在是由于水虚啊 也就是阴虚 导致了阳亢啊 这个阴不治阳了 所以根本的啊 还是要这个撞水 来补阴啊 来补阴 看起来是阳病啊 治阴就是谁虚 治谁就是谁虚 那治阴就是阴虚啊 阴虚阳亢 阴不治阳 所谓撞水之主 以治阳光啊 阳病治阴 后边这个也是 一火之源 以消阴疫 是吧 这个阴病治阳啊 阴病治阳 所谓这个出现这种体内这个比较怕冷啊 比较怕冷啊 根本上是由于阳气的不足啊 阳气的不足 所以我们要用这些心热的啊 来补足阳气啊 一火之源嘛 一火之源以消阴疫 这个大家学过中基 很熟悉啊 很熟悉 本身也是中基的这个重点 但是呢 大家看 现在您知道了啊 这一条 它出自哪 是吧 黄帝内经 所以我也在最开篇的时候 为什么跟大家这么说 咱们学习经典 您先把基础打好 现在是学内经啊 跟中医基础理论联系的比较多 回头学沙寒 学温病 学金贵 那跟您的中药 乃至方济 联系就比较多 所以呢 先把基础打好 先把基础打好 基础不劳 地动山摇 是吧 下边血实 然后气虚 这个刚才也解释了 血实一绝脂 如果是血分淤脂 这种实症 无论是药物的活血化淤 还是这种针刺的这种泄血 泄法 采用这种方法治疗 气虚一撤引之 气虚下陷 脾虚下陷 咱们都知道 补中一汤 生体的 采用生体补气之法 这是把这个难以理解的 原文当中的这个字 又跟大家注视了一遍 看一下导学 刚才说了 核心的 您把这个导学 知道这一部分讲的什么 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是吧 其实在讲原文的时候 咱们也提到了 因氏力导 主要讲的就是这个 因氏力导的治疗原则 那他因的这个是 咱们给他总结 又包括了三个方面 一个是病变的这个性质 其胜可带其衰而已 其胜可带衰而已 这个呢 主要用于治疗一些 你比如这个周期性发作 是吧 这个瘧疾这些 在这个瘧疾发作之前进行治疗 其胜可带衰而已 那病位之势 高啊 下啊 中啊 是吧 这些刚才咱们已经解释了 如果是病位在上交 比较高的 念而悦之 然后这个其下的应该怎么办 是吧 这些都属于病位啊 具体的病位 是吧 然后病性的这个虚实 轻轻向上的 因其轻而养之 因其重而减之 因其衰而张之 然后行不足者 温之以气 经不足者补之以胃 这个实的 呃 这个这个 散而泄之 包括血实 啊 以绝之啊 虚的 气虚彻引之 是吧 呃 后人啊 包括咱们这个教材 基于这部分原文啊 又跟大家总结了一下 哎 他核心的 知道思想是什么 以及具体的 比如这一句 他属于什么啊 这句属于什么 其实又是总结了一遍 总结的目的 不在于显示啊 说咱们能更好的 理解古人了啊 咱们这个 现在啊 这个解释的 比较透彻了 还是为了帮助您 来这个分类啊 来理解原文啊 来理解原文 你要是说 我这一段都背过了 您就不用理解啊 不用再说 那他分为病变 病位跟病逝 不用 啊 这个您 如果这些都读熟了 或者 乃至 这个背诵了 那这些东西啊 疏读百遍 其一自现 是吧 有这句话 那这些您 理解起来 一点毛病没有 啊 一点困难 好 下面咱们看一下第四部分 素问 经脉别论 别论别论 就是哎 不是一种 常规的认识 是吧 经脉可能有的 讲这个 输血 或者讲经脉的旗指 哎 讲经脉流行与分布于哪 那别论呢 就讲一些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那咱们看一下 呃 我们这个教材引用的 这个原文啊 也是就一句话 勇者气行则已 妾者 则主而为病理啊 什么意思 讲的是体质啊 勇气 讲的是这个体质的强弱 跟发病的关系 咱们都知道 中医认识疾病啊 呃 决定是否发病的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正邪的斗争 是吧 如果正气能够战胜邪气 即便是邪气也比较胜 那这时候呢 也不发病 所谓就是我们原文说的第一句话 勇者气行则已啊 勇者气行则已 那体质比较强 即便是邪气来了 这个从这儿 从您这个体表肌肤走过去了 哎 也没问题了 就过去了 就没有停留在机表 如果是体质相对虚弱一点的啊 相对虚弱一点 那这时候邪气就留下来了啊 气了者则卓而为病理啊 这个卓 这个卓虽然没有注视 但是我现在大家都知道 是吧 本身咱们讲这个臂症的时候啊 讲臂症 其中都提到有一个叫着臂 是吧 着臂呢 就是失邪偏胜啊 失邪偏胜啊 咱们讲这个病因的时候啊 也是讲这个失邪发病这个原因 重着啊 粘质 所以咱们就理解 这个着是什么意思 停留在这儿了 是吧 停留在这儿不走了 体质比较弱 那邪气就停留在您身体上 就发病啊 所以这一部分讲的是这个体质跟发病的关系 当然最开始啊 有人解释这个勇跟怯是性格的 这个刚强勇逸 或者是比较怯懦啊 那进一步的这个解释 进一步的演变 根本上还是强调一个体质的强弱 体质的强弱 好 再看一条 生病起于过用 生病起于过用 就这一句话 就一句话 这句话啊 咱们在最开始啊 讲法云阳合一数数 是吧 这个不忘坐牢啊 不忘坐牢 人体的这个经历 包括能力啊 是吧 其实都是有限的 都是有限的 当然咱们这个鼓励积极努力的奋斗啊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但是呢 您要知道自己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天花板在哪 是吧 或者自己能力的这个极限在哪 有时候呢 太过于滋滋以求呢 但这个咱们是围绕 《黄龄内经》这种养生的观念来说的啊 就解释什么叫生病起于过用啊 以及不忘坐牢 就是说你不要超越正常的这个限制 是吧 当然了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一分努力啊 一分付出 才有一分这个成就 呃 这个不矛盾 但是呢 如果您超出自己这个身体 年轻时候不觉得 过度的劳累 加班熬夜 所以现在这个猝死的啊 心愿性猝死的 年轻人很多啊 年轻人很多 呃 每年看过一个数据啊 之前看过一个数据 可能有十多万啊 有十多万 这就是所谓的过用啊 所谓这个望 望就是胡乱过度的 是吧 坐牢 就是超出了您身体 所能承受的这个极限啊 超出了这个 呃 长此以往的日积月累的 这个过度的使用啊 也就是说 这儿 起于过用啊 生病起于过用 过用就是指超出了长度 是吧 超出了正常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 啊 这个呢 包括您看一些 咱们这些职业运动员 无论是打篮球的 或者是这个田径赛跑的 长跑运动员 他们年轻的时候 可能三十多岁啊 这个就巅峰 然后慢慢的就衰退 就退役了 退役之后 三十大几 四十来岁 这时候身体衰老的很快 所以有人又说 这个好多体育呢 都是一个乏生运动啊 乏生运动就是摧残身体啊 摧残生命这样 能让你导致这个呃 这个这个身体啊 过度的消耗 所以这也是解释了我们过用 其实老祖宗说的这些很对 咱们现在要是没有那么多的物欲啊 物欲横流 可能咱们也能活到一百二 没问题 那这个过用包括了什么 四十之气的过用 精神情质的过用 饮食 包括劳逸过用啊 刚才咱们讲的那个不忘坐牢 包括这个运动员的例子 更多的还是强调一个劳逸啊 但是本身还有药物的过用啊 它是包括了这几个方面啊 中医特别讲究手中 手中是什么意思呢 保持一个啊 说这个中庸好像有点霍西尼的感觉 但是呢就保持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和谐啊 和谐所谓阴平阳密啊 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啊 那才能够持久啊 才能够持久 这句话生病起于过用 我相信大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小时候您可能不知道 说人还会头疼 这个头怎么会疼呢啊 慢慢的您可能 工作压力大了 您就能够体会了啊 体会到这种空痛也好 刺痛也好 是一种什么样感觉 所以生病起于过用 有这个古代的一家也说 人过了40岁之后 就应该跟这个汽车似的啊 跑了多少公里 就应该大修 返场大修一次 这好像是张景月说的吧 理解这一点啊 生病起于过用啊 生病起于过用 好 再看一下要点二 这个讲的是 我们人体的饮食 跟这个水饮啊 人体的这个水骨精微 包括两个部分啊 一个是这种固态的啊 食物 另一个是这种液态的 这种水饮啊 这两个从这个口腔啊 通过这个食管进入到胃啊 再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消化 现在咱们把这个过程 这个整得很明白啊 研究的很透彻 那古人是怎么认识的 是吧 古人讲这个饮食进入到人体之后 包括这个水饮进入到人体之后 哎 他的这样一个过程 咱们看一下原文啊 第一段讲的是这个固态的食物 第二段讲的是这个液态的 液体的这个水饮 食气入味 散精于干 银气于筋 这是第一个通路啊 第一个通路 就是我这个吃了这些东西 先到胃 然后呢 通过胃啊 咱们讲这个脾胃为水骨之海 气血生化之源 是吧 煮这个韵化 然后腐熟 把这些这个饮食物 化成水骨精微 化成精微 然后 不散到哪 不散到肝 然后我们就知道肝主筋 是吧 然后肝呢 把这些精微 银气啊 银气就是不散 它这个精气到筋啊 营养筋啊 营养筋 那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通路啊 呃 从胃到肝 然后营养到筋 第二个通路 呃 先也是进入到胃 然后呢 浊气 浊气 后边一会儿我们有解释 指的就是水骨精微当中 潮后的部分啊 你也可以理解就是这个水骨精微啊 先到心啊 到心 我们说心如血脉啊 然后银精到脉啊 银精到脉 然后脉气流行 这个人体的这么多条血脉 汇聚到一块啊 最后呢 有一个理论叫肺潮百脉 是吧 所以这些水骨精微啊 又进入到肺啊 进入到肺啊 通过肺潮百脉 不散 然后输精于脾毛啊 输精于脾毛啊 我们讲心主脉 然后肺主脾毛 是吧 毛脉合精啊 毛脉合精也就是 呃 作用到心的 以及作用到肺的 这两部分 哎 结合到一块 然后呢 行气于腐 腐经神明 腐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五脏六腐啊 五脏六腐 腐经神明 进一步的就是 到这个脏啊 进一步的脏 然后气归于权衡 权衡以平 气口成寸 以绝四生 最后到哪儿啊 咱们能够 诊查啊 呃 我不可能五脏六腐 都看得见 是吧 最后呢 人体的这种 呃 通过脾胃化身的 水骨精微 那 在寸口这个地方啊 在寸口这个地方 可以体现的出来 所以我们诊查寸口脉啊 诊查寸口脉 以绝四生 就是判断 人体的脏腑啊 虚实胜衰啊 就是通过 诊查寸口脉的这种方法 这个讲的就是 固态的 所谓食物啊 进入到人体 一步步的这个过程 那第二部分 讲的就是这种 液态的啊 所谓饮 饮入一味 这一句话啊 大家看我标黄的 也是 经典名言啊 经典名言 大家 如果啊 有余力则学文 如果能够把这几句话背下来 背下来最好啊 因为咱们方济 可能老师也会举到这句话的例子啊 包括后边讲这个 呃 那科或者是前面讲这个基础的时候啊 常用这句话 引入于胃 游以精气啊 首先也是进入到胃 然后 游以精气 上输于脾 第二个到了脾了 脾气散经 是吧 上归于肺啊 呃 先到胃 再到脾 再到肺啊 肺通调水道 下输膀胱啊 下输膀胱 这样一个过程啊 水经四部 五经并行 合于四十五脏阴阳 大家看这个 石器啊 所谓固态的也是啊 先到腹 然后流于四脏 是吧 流于四脏 这个呢 也是合于四十五脏阴阳 溃多亦为常 这两个过程啊 这两个过程 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啊 啊 注释刚才说的 浊气 是吧 这个浊气归心 浊气是什么 水谷经微当中的这种 愁厚的部分啊 愁厚的部分 毛脉合经 刚才也说了 肺主气外合皮毛 然后心主脉啊 心主脉啊 这两个合在一块 也就所谓的气血相合啊 这都是后人解释的 这都是后人解释 气口成寸一节 死生 刚才说了 呃 人体的这个 五脏六腑的精气 最后汇聚到气口啊 也就是寸口这啊 我们通过诊查寸口脉 然后可以观察 脏腑气血的胜率啊 这是所谓 基于肺潮百脉的这个理论啊 肺潮百脉这个理论 这个气口啊 寸口这 我们讲太原穴 太原穴的这个位置 本身也是肺经的一个穴啊 肺经一个穴 合于四十五脏阴阳 饮食精微的生成与书部啊 跟四十阴阳 以及人体五脏的这个阴阳 都是相适应的 这个呢 大家也不陌生 前面咱们讲到好多 是吧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啊 合于四十五脏阴阳 这些呃 人本身跟自然界啊 跟这个春夏秋冬 都是相对应的啊 古人最少是这么认识的啊 好 下落我们看一下导学啊 其实呢 就是把刚才强调这个重点 再说一遍 呃 这个固态的 这个古石 以及这种液态的水瘾 在体内的 先是进入到胃 然后呃 再一步步转化的这个过程啊 这种固态的古石 有两个途径 是吧 一个是先作用到肝 然后银气于筋 第二个呢 是我们讲的这个 先从胃到心 然后 心主脉啊 银经于脉 最后呢 通过这个肺潮摆卖的这个作用 作用到肺 再作用于皮毛啊 作用皮毛毛脉合金 然后作用到腹 作用到脏啊 进一步的啊 在这个寸口啊 在寸口这个位置 然后能够一决四生 是吧 诊查四十五脏啊 的这个这个这个变化啊 这个盛衰 那水瘾啊 这种液态的 引入于胃 犹豫精气啊 上书于脾 是吧 先作用到脾 脾气散经 然后上归于肺啊 作用到肺 然后通调水道下书膀胱 是吧 进一步的作用到这个膀胱 当然这里边 水瘾的这个传输的过程 其实核心一点 离不开气化作用啊 尤其是肾的气化作用 这个虽然在原文当中没有提到 但是呢 咱们这个教材 是给大家补充上了这个肾啊 这个咱们其实学过中肌 对肾的气化作用 对于水的啊 水液的调节 这个应该是很熟悉 是吧 所谓肺脾肾 关系都很密切啊 关系都很密切 所以离不开肾啊 离不开肾 这个就需要您跟中肌 来进行对比参照了 咱们最开始也是说 为什么要先把基础打了 是吧 呃 您要是基础没学过 上来就学这个 肯定有难度啊 另外您也很难理解 为什么原文没有肾 这非得加个肾啊 其实呢 基于肾基本的 这样一个正常气化的作用啊 原理在这 最后四十五脏阴阳的整体观 是吧 前面讲过啊 前面讲过 这个讲这个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或者是讲这个阴阳 呃 作为这个诊法 望文问切 一个基本的 纲领的时候 都提到过 啊 要跟自然界的春夏秋冬 相对应啊 所以这儿咱们就不强调啊 这个 也是我们中医 整体观的一部分啊 所以大家看在内经当中啊 也是反复的提 反复的提 最后诊查寸口脉的重要性 咱们前面已经分析了 为什么要诊查寸口啊 以及为什么诊查寸口 就能够判断 这个五脏的这种胜衰啊 前面也解释了 跟这个饮食水果 是吧 在体内一步步传输演变的过程 以及肺的功能 是密不可分的啊 就通过寸口 现在咱们买都是 更多的单纯就摸一个寸口脉啊 寸关尺 就能够判断五脏六腑的胜衰 以及疾病的愈后 好 下边看一下啊 素问太阴扬明论啊 太阴扬明论 这一段主要讲究一个治疗伪症啊 治疗伪症或者叫伪病的一个治疗原则 什么原则呢 大家看这个原文啊 帝约 皇帝问约 脾病而四肢不用啊 脾脏有病了 那四肢 四肢呢 这个肢就是通这个肢 肢体的肢啊 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手啊 这个上下肢啊 四肢不用 不用就是这个四肢微软 失去了它的功能 是吧 不能正常的随意的活动啊 所谓不用啊 所谓不用 何也为什么呢 齐伯说 四肢皆摒弃于胃啊 不得至经啊 然后必淫于痞 耐得丙也啊 四肢皆摒弃于胃 然后呢 但是 它需要通过脾 来喂它形其精液啊 那现在脾病 就是说脾有病了 也就是咱们这个最开始说的 脾病四肢不用 这个脾病 而不能为胃形其精液啊 所以四肢不能 丙水骨之气 这个人体啊 无论是四肢也好 还是气血 还是筋脉 等等等等吧 各种各样的这个 形体关切功能活动 都离不开 我们讲的脾胃 所化生的饮食水骨精微啊 都离不开它的滋养 那现在四肢不能够 饼水骨之气了 因为你脾出现了问题了 不能为胃形其精液啊 所以呢 就气日已衰 脉道不利 筋骨肌肉 皆无一生 故不用也 根本的原因 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 四肢不用 伪肺不用 也就是我们这儿提到 这个伪症啊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个苏问 太阴阳明伦认为 是脾病啊 脾不能胃胃形其精液 精液呢 就是指的水骨精微之气啊 不单纯 咱们这个中肌讲的 这个精液啊 这个清的什么是 精啊 或者是浓稠的是液啊 它不指那个狭隘的概念啊 现在呢是指一个脾胃所化生的 饮食水骨精微啊 那看一下导学 这一部分就主要阐释了 脾病而四肢不用的一个道理啊 脾病指的是脾的蕴化功能市场啊 不能胃胃形其精液啊 所以其实咱们在方济当中 也有一个方 就说脾不能胃胃形其精液 这叫什么呀 起脾为约啊 起脾为约 麻子人玩吧 麻子人玩大便干小便术 是吧 为什么小便术呢 其实不一定是小便 就非常多 可能就是现在我们胃肠啊 大便干胃肠当中 精液受损 但是呢 还没有受损严重 更进一步的损害到 我们这个膀胱啊 还没有影响膀胱的气化 也就是说小便可能是正常的啊 相对如果精液偏少了 那种小便短斥的啊 现在还是正常的 所以说小便术 其实不一定就是特别多 这个呢 匹约是吧 也是匹不能畏畏行其今夜的意思 所以您在方济如果学的比较好啊 学过麻子人玩 理解了这个匹约 那您在这就知道啊 匹有畏畏行今夜的这个作用 是吧 匹有这个作用 那现在不能畏畏行今夜啊 那这个水谷精微是吧 然后不能够输不到四肢 所以出现了四肢的伪证 而不用 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 至伪读取杨明啊 其实也是素问伪论的一个内容啊 至伪读取杨明 也就是说我要 无论是针刺 还是说我这个吃药 哎 这时候要补杨明啊 要补杨明 要这个使脾胃 气血充盛 然后呢 才能够这个散经 所谓这个布散 经气 到我们的四肢 到四肢筋骨肌肉 这样呢 它才能够发挥它正常的生育功能 也就是这提出的 至伪读取杨明 其实这条原文就解释了 为什么读取杨明 是吧 那脾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跟这个我们四肢筋骨肌肉啊 好 看一下这一段 脾者土也 至中央啊 至呢 就是主宰掌管治理的这个意思 就我们讲这个治国理政 一个意思 脾者土也至中央 至中央 我们说东南西北 然后有中间的啊 脾呢 是中央 常以四十掌四脏啊 四十掌四脏 这个掌呢 也是掌管啊 掌管掌同治理的意思 以四十掌四脏啊 各十八日记制 不得独主于十眼 这个呢 就涉及到咱们中基提到了一个 所谓这个甘心脾肺肾 是吧 春夏秋冬 有两种观点 一个是 因为本身我们是四十啊 四十 然后还有五脏 这个五脏都很熟悉 甘心脾肺肾 四十呢 按这个现在的季节来说 就只有春夏秋冬 是吧 就只有春夏秋冬 那为什么就能够 跟五脏相对应呢 连树上都不对称 那有一个解释呢 就是说 脾主 长下 是吧 脾主长下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哎 呃 这个这个天气最为湿热的时候 是吧 脾主长下 那另一个解释就是 这儿 这个解释 以四十掌四脏 他不单纯主哪个季节 不单纯说主长下 他是每一个季节 是吧 各以十八日制日 啊 季制 每一个季节 春夏秋冬各选取十八天啊 各选取十八天 因为脾胃啊 脾土 甘心脾肺肾 它是居于中央的啊 它是居于中央的 所以他哎 每个这个季节 都有他的掌管啊 所以这是一种解释啊 这是一种解释 各以十八日制制 不得独主于十也 就是说 脾的这个土气啊 啊 主四季 最后的这个十八天 最后这个十八天 他不单独主一个时令 这句话就提出了脾不主食啊 脾不主食 就说不固定啊 不固定啊 咱们刚才说 这个内经 也是内经提出来的 所以我说经典啊 它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是吧 可能有两个不一样的说法 但是呢 您得理解啊 您得理解 那这个脾不主食 主要就探究的 哎 脾为土为中央啊 所以他对其他的脏 或者其他的这个季节 他都有这个 治理掌管的这个关系啊 这是强调 各十八日记制的他的内涵啊 以脾位为中心啊 那这个脾主长相呢 主要就是按咱们这个 四十五脏阴阳 这种五行的对应啊 所以这两种啊 其实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 考试的时候 您看人家考的是每个啊 比如人家把原文列出来 长一四十长四脏 各十八日记制 不得读主于十页 您知道 这个不是说脾主长相 是吧 指的是脾不主食啊 脾不主食 好 下头看一下这个灵书本神啊 灵书本神 像这一段 先读一遍啊 先那边念一遍 所以人物者为之心啊 这个掌管认识事物的 是心啊 心有所义 为之义 意之所存 为之志 因之而存变 为之思 因思而远目 为之律 因律而储物 为之志 其实呢 讲的是人的这个意识 思维活动 一步步的进展的一个过程 首先 心具有主管认识事物的这个能力 所以人物者 什么叫人物 是吧 就是具有这个认识事物 跟处理事物这个能力啊 人物 然后心有所义 心里边有点想法 有点这个 这个这个小念头 但是呢 还没有给他 形成这个定局啊 还没有形成定局 这时候呢 心有所义 有点琢磨头 这时候为之义 这个意思的义 是吧 心有意念 但是尚没有决定 这时候啊 为之义 意思的义 然后 义之所存 为之志 呃 有这个小想法呀 慢慢的积累起来啊 或者一步步的深化 然后呢 形成一个相对 这个固定的啊 这时候 这种认识成为志啊 一直所存为之志 然后 因志而存变 为之思 现在啊 是有这种志啊 就所谓相对固定一点 这种认识 但是呢 有时候反反复复 或者是通过不同的 这个环境 来做出不同的这个决定 这时候呢 因志而存变 为之思 您就有思考啊 您就有思考了 因思而远目为之律啊 这时候远目 什么叫远目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一页是吧 就是在这个 反复思考的这个过程 有多方论证 可能想的更长远一点啊 长远一点 因思而远目为之律 然后还有一个 因律而储物为之志啊 因律而储物为之志 在深思熟虑的这个基础上啊 因律而储物了 现在呢 您就要真正的面对 这个社会上 或者是您生活工作当中 需要面对的这些问题 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 为之志啊 所谓智慧啊 所谓智慧 所以其实这几句话 很有意思啊 本身也不拗口 但是呢 又朗朗上口 所以人物者为之心 心有所欲为之意 意之所存为之志 因之而存变为之思 因此而远目为之律 因律而储物为之志啊 从心到意到志 到思到律到智啊 智慧的这个智 他讲的是人的认识啊 认知的这个思维一个过程 慢慢的从这个有一点想法 然后呢 还不确定到再慢慢的形成 这个确定的认识 然后呢 在针对具体的情况啊 反复的思考 或者有一定的变化啊 形成 最后呢 再依据这个形成的认识 来面对正确的处理 生活中工作当中的这些事情啊 整整个这样一个意识思维 慢慢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我们中医认为人的思维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理论啊 导学提出的啊 对于治疗临床的心理疾病 中医心理学研究 具有重要的治疗价值 那看一下这个 生之来 为之经啊 这个呢 刚才讲的这个思啊 律啊 治啊 是吧 讲的那个 人的认知思维这样的过程 现在呢 讲四个 精神魂魄 什么叫做经 生之来 为之经啊 生之来 为之经 父母把您生下来啊 先天带来的 这时候叫做经啊 叫做经 两经相伯 为之神啊 其实这个神也是 这个神也是跟经一块来的 是吧 啊 您有 有了这个经 是吧 父母 两性啊 这个生之之经 把您生到这个世界上 那您就有神存在 咱们前面也是提到的 这个行与神聚 是吧 行与神聚 那随神啊 神也有了 经有了 神也有了 随神而往来者啊 依附着这个神 哎 而有的 这个叫什么 叫魂啊 叫魂 我们说魂是神 支配下来意识活动 依附神而存在啊 依附神而存在 然后并经而出入者 为之魄啊 是吧 精神魂魄 精神魂魄 那生之来啊 先天 生下来的 您具有这个经了啊 然后 这个 两经相伯 为之神 是吧 也是与生俱来的 然后魂呢 是在神的这个支配下啊 依附神而存在的 这个魄呢 是依附于精而存在的啊 依附精而存在的 那这个呢 主要讲了什么呢 首先提出了这四个概念 是吧 什么叫精 什么叫神 什么叫魂 什么叫魄 然后重点就区分一下 这个魂跟魄 因为这个精跟神啊 是吧 精跟神都是先天啊 带来的 与生俱来的 呃 一般我们讲这个 肝主魂 是吧 然后肺主魄啊 肺主魄 另外呢 肺 它是主气啊 肺主气 藏魄 是吧 这个您记的时候啊 咱们本身有一个词 叫气魄 气魄 是吧 所以这个 就把气跟魄 也跟肺对应起来 对应起来 这个魄啊 一般来说 咱们刚才提到 它是跟神有关 它是以精为物质基础啊 以精为物质基础的 所以 它的这个功能 或者说 涵盖的这种意识活动 一般都是 本能的啊 本能的 因为本身 与生俱来的啊 与生俱来的 跟精相互 这个依附于精的啊 所以它是一种 本能的意识活动 比较低级啊 比较低级 哭啊 吸水啊 或者非调的反受啊 这些 或者这个人体正常的 这些触觉 痛觉 温觉 等等等等 是吧 这个呢 是本能的啊 大家记住这两个词 本能的 与生俱来的 这叫破啊 本身是跟肺有关啊 然后魂 肝藏魂 是吧 这个就是非本能的 相对高级一点的 精神活动啊 比如说人的情感跟思维啊 人的情感跟思维 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有一个俗语说 你丢了魂了啊 丢了魂了 无论是晚上这个 睡觉梦游啊 或者说梦话 或者白天呢 这个 平时这个魂不守舍啊 魂不守舍 就不带状态啊 这个呢 就所谓人体高级的 这个生命活动啊 情感啊 思维啊 等等 这是魂跟魂 这两个是什么意思 以及他们所代表的 这个人的精神意识活动 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 这个需要做一个区分啊 好 下面咱们看一下 素问 生气通天论啊 生气通天论 这句话 也是就引了一句啊 就引了一句 比较简单 并且这一句呢 咱们学过中基啊 也很熟悉啊 讲的这个阴阳互根的这种关系啊 看一下阴者 藏经而起气啊 起气 起呢就是 起而成应啊 起而成应 就是阴在内啊 藏这个阴经啊 起气 那对应到谁啊 跟谁来这个成应 跟外在的这个阳 跟外在的这个阳 这个气呢 就是读气啊 气呢 就是屡次啊 反复的这个意思 所以阴经在内啊 不断的反复的 频繁的给予阳气所需啊 就是应 应这个阳气 所谓这个阴者藏经而起气 那阳者呢 为外而为故啊 阳 他主要 这个 在这个人体的外边啊 人体的这个体表 那主要 为外而为故 为谁的故 就为阴经的故 保护阴经 是吧 保护阴经 所以这句话就讲了 其实 我这么一解释 大家就很容易理解 讲的这种阴阳 相互依存的这种关系 阴本身是藏经的 那阳呢 是这个卫外的 但是呢 我藏经是为了帮助阳啊 发挥他的生理功能 那我这个阳 卫外也是为了保护阴经啊 保护阴经 所以开下导学 这条就论述了阴阳 互根 互质的这种关系 阴主藏经 然后阳主卫外啊 藏经于内 然后给阳提供这种 功能 生理功能 所需要的这种物质基础 阳主卫外 他就能够顾护 保护阴经啊 保护阴经 但还有一些类似的条文 也是主要讲的 这个阴阳互根的这种关系 是吧 咱们之前学过中基 应该是不陌生啊 不陌生 现在说了 把这些内容啊 放在了咱们 这个四大经典当中啊 皇帝内经当中考 所以咱们在内经当中 要跟大家强调这些东西 是吧 阴在内阳之首位 阳在外阴之首位 大家看这种词 不难理解 是吧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一个意思 阴阳啊 相互为根啊 相互为根的这种关系 然后 无阴则阳无一生 无阳则阴无一化 这更简单了 对吧 就是阴阳密不可分 阴阳密不可分 好 下面咱们看一下 素问举痛论啊 素问举痛论提出的 这一部分原文 这一部分原文啊 主要就讲的这个 百病皆生于气 百病皆生于气 呃 也就是第一句话 于之百病皆生于气 啊 这个气 大家看一下底下这个导学列出来的啊 啊 三个部分啊 三个部分 这个气呢 广义的讲的这个气肌的逆乱 气肌的这个失调 但是呢 好多因素可以导致气血 气肌的逆乱 你比如说有精神因素 是吧 怒则气上 喜则气缓 悲则气消 孔则气下 以及精则气乱 是吧 这些都是精神因素 咱们不陌生啊 讲这个阴阳五行的时候 中基就对这些内容 是吧 本身也是跟五脏相对应的啊 不陌生 啊 包括后边最后这个私则气节 是吧 这是精神因素 所谓精神啊 情绪啊 情质 那还有气候因素 也就是 寒则气收 窘则气泻 这个窘啊 这个窘就是热的意思啊 窘则气泻 啊 咱们说如果是体内的热症 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呢 会出现这个发热啊 发热 但是基本的都有 然后这个出汗 然后心烦 口渴 是吧 这些呢都是耗气伤筋的表现 所以窘则气泻啊 热就会导致体内的这个气啊 这个气呢 有时候还会伴随着这个筋啊 一块往外泻 所以窘则气泻 寒则气收 寒 寒血 助收银 助这个 助收敛 助凝脂 对吧 所以寒则气收 然后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病因啊 咱们这一条讲的就是一个起居的问题啊 这个饮食也好 劳卷也好 其实呢 好多都可以导致气疾的失调 但是这个主要就提到这个 过度的劳累 是吧 劳则气好 过度的劳累就消耗气啊 就消耗气 所以这一段 我现在大家不陌生啊 也不难 也不难 分类呢 也是为了让大家理解啊 让大家理解 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具体是什么意思 百病皆生于气嘛 这么多病因 是吧 最后都造成气机的 逆乱 气机的失调 好 下边看一下 素问 治真药大论啊 这一部分内容啊 这叫什么呢 病基十九条 病基十九条 这个呀 很经典啊 很经典 呃 内容也很多 内容也很多 呃 也很重要啊 也很重要 但是呢 并不好学 并不好背啊 现在有的人就依据 这个病基十九条 就单纯这一 一篇的条文啊 就能够发挥出好多来啊 甚至有人又写了 这个新病基十九条 所以 这是古人啊 或者说咱们现存最早的 这个医学著作 《华丽美经》当中 最早 怎么认识病因的啊 怎么认识病因病基的 病基十九条 啊 其实这一部分原本 咱们可以先过一遍 是吧 珠峰吊血人皆属于肝 珠寒收隐皆属于肾 然后珠气愤 珠寒欲皆属于肺 珠寒买皆属于痞 珠若冒翅皆属于火 珠痛养疮皆属于心 等等等等吧 啊 珠爵顾鞋皆属于下 珠味传偶皆属于上 很多很多 但是呢 咱们你别这么看啊 这么看有时候 自己看着看就烦了 连意思还不明白呢 是吧 所以咱们一个是可以 先对照着这个注视 先大概的给他 李通顺啊 李通顺之后 您会发现 他指的啊 他指的 我现在 如果您对这些注视啊 有疑问 呃 重点呢 我也跟大家列出来 您可以啪 按个暂停 是吧 自己来对照一下 啊 因为咱们受制于课时的原因 不可能面面俱到啊 讲了特别细 是吧 一句一翻译 很难 那咱们最后就总结一下 这个病级十九条 其实考试啊 考试的时候怎么考呢 就问您 就是原文 这个就是诗大诗的原文 珠峰吊玄皆属于什么 啊 皆属于干 那珠敬 向江皆属于什么 皆属于诗 就是这么考 啊 珠病水液成色清冷 皆属于寒 总结一下 这部分的 病级十九条的内容 它指的病级 包括三个部分啊 还是咱们分类 分类呢 一个是有便于拆解原文 另外一部分 是为了帮助咱们总结归纳 理解这个原文 是吧 它包括三部分的这个病级 一个是五脏啊 大家看 这个左半部分 甘心脾肺肾啊 左半部分甘心脾肺肾 其实不难理解啊 咱们就看一下 珠峰吊玄 是吧 内峰症 属于干 没问题 甘峰内洞 珠寒收隐皆属于肾 按照这个五行 对应五脏 是吧 这个甘心脾肺肾 对应这个风 寒 湿 脏 火 按照这个对应 寒呢 也是对应到冬天对应到肾的 所以有寒的对应到肾 是吧 珠气分于肺主气啊 所以它属于肺 然后珠湿肿满街属于脾 脾 洗澡 勿湿 是吧 脾须容易生湿 然后珠痛 痒疮啊 痛呢 跟这个新主神明 是被人这个感知到的一种 这种这种感觉 所以跟心有关啊 这是五脏的病级 其实不难吧 啊 或者您理解了 但是背会的最好啊 要是没背会 你用我这个方法啊 分析 找这种关键词来记啊 其实也不难啊 也不难 然后第二个 上下的病级 上下病级就是啊 最后啊 最后这一行 朱觉 顾 谢 接属于下 然后朱伟传偶 接属于上 朱觉 顾 谢 咱们前面有这个注视啊 同学们有注视 朱觉 指的是这个 阳气衰下的寒觉 或者是 这个阴气衰下的热觉啊 以及 顾 跟谢 顾呢 指的是啊 二变不通 谢呢 指的是二变失禁 二变失禁 所以 跟这个二变有关的 那很容易理解到 对应到 朱觉 顾 谢 是吧 二变有关 接属于下 是吧 然后朱伟传偶 是吧 啊 无论是气喘 或者呕吐 那接属于上 也不难背吧 也不难背 是吧 所以这是上下病级 从病位上来说 那六银的病级 就是这儿啊 六银的病级 但是呢 这个六银 说是六银啊 其实是五银 没有灶 没有灶的病级 后代流完素 补充了这个灶 但是呢 不属于我们内经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这儿 没跟大家说 这个大纲也没有 给他补充进来 那咱们就看一下 我们这儿列的 所谓六银 其实是五条 五条他的病级 朱镜向江啊 这个在经过要略 有一个静失液病篇啊 里面就提到这种静病 好多情况呢 他认为是跟失有关系 所以朱镜向江 皆属于失啊 朱报强直 这个呢 这个脚弓反张啊 脚弓反张 这个呢 也是跟风有关 是吧 然后朱病 水液澄澄清冷 大家看这个词澄澄清冷 澄澄清冷 皆属于寒啊 冷嘛 有这种关键提示性的词 皆属于寒 所以其实病级十九条 内容很多 很重要 然后呢 也不容易学 但是咱们给他拆解之后啊 尤其是分类之后 五脏病激 上下病激 六银病激 主要的 多的 或者说复杂的内容 就集中在一个火 一个热 是吧 那你再把这些记忆 再把这些记忆 读一读 朱乐冒斥 朱镜鼓力 如丧神手 朱逆冲上 朱躁狂越 朱病肤肿 腾酸精骸 然后这个都属于火 然后朱胀腐大 朱病有生 骨质如骨 是吧 体内有这种 这个这个 呃 这个这种肿胀啊 这个肚子啊 骨质如骨 敲它 跟这个打鼓似的 啊 也就是咱们所谓 现在听的这种鼓音啊 然后朱转返利 水液浑浊 朱吞酸爆竹下破 皆属于热 是吧 其实核心的难点啊 最后就集中在 这两个多的火跟热上啊 大家都读两遍啊 都读两遍 我刚才说了 考试您可以不理解啊 什么叫 刚才解释的这个 比如骨质如骨 或者是这个 朱有吞酸啊 朱进骨粒 但是记住就行啊 记住就行 但是学有力嘛 学有余力 可以把这些注释啊 我也都跟大家列了出来 可以好好看一看啊 可以好好看一看 好 再看一下这个 逆者政治 然后这个从者反制 这个呀 政治法跟这个反制法 本身咱们在这个 中医基础理论当中也是啊 讲过好多次 是吧 讲过好多次 逆者政治啊 从者反制 这个逆制又叫做政治 那从制叫做反制啊 从少从多关其事业 反制是什么啊 这主要就问了反制 热音热用 含音含用 色音色影 同音同用 是吧 是顺应着疾病的这个表象啊 来用药 看起来是这种热相 其实是由于真寒假热啊 解释第一条 其实是由于真寒假热体内 这个太寒了啊 然后导致这个体表 出现了跟体内相反的病症啊 本身适用于这个寒导致的 所以用药呢 还是要用温性的药啊 还是要用温性的药 那含音含用 色音色影 通音通用 也是一样啊 只不过就是针对的用药 看起来用的是寒凉的药啊 针对这种寒相的这种假相 那本质呢 还是因为真热假寒啊 还是体内有这种大热 然后导致体表出现了这种寒相 所以这时候还是用寒冷的药 那色音色影 通音通用 也一样啊 一个道理 必扶其所主 而先其所因 什么意思 要真正的证明白 他这个病因是什么啊 先其所因 其始则同 其中则异 可使破肌 可使馈肩 可使契合 可使避 一定 这种方法啊 一定能够使疾病痊愈啊 那咱们看一下具体这两个注视啊 必扶其所主 而先其所因 一定要抓住疾病的本质啊 抓住疾病的本质 所谓这个热音热用 寒音寒用啊 三音三音通用通用 这些看起来是跟这个病症啊 不一致 只不过呢 它是顺从了疾病的这种表象 那根本上 还是啊 逆着这个疾病的这个特点啊 用药跟这个病性 它是相反的啊 根本上还是相反的 也就是我们第二点这个 其始则同 其中则异 反制法 最开始的时候啊 您比如说 热音热用 是吧 用这些 这个大心大热的药 看起来呢 是针对 体表有热的 其实本质上呢 也是啊 您比如说用这个心热的药 看起来 针对的是热 是吧 其实呢 这是一种假象 它是真含假热啊 真含假热 这个热呢 是一种假象啊 最开始 反制法嘛 初始阶段 这个药性与假象相同 是吧 都是热的 但是根本上 还是治疗寒症的 还是治疗寒症的 所以其始则同啊 其中则异啊 根本上还是一种 治本的方法啊 还是一种治本的方法 这个呢 就是最后又总结一下啊 政治法跟反制法 我刚才说过 咱们在中期当中 应该很熟悉了 是吧 政治法又叫做逆制法啊 指逆着疾病的真相 而治疗的一种方法 寒症 我就用热药 热症呢 我就用寒药 是吧 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寒症热症 热症寒症 那反制法又叫做从制法 顺从疾病的假象 就刚才咱们提到的 这个寒因寒用 热因热用 是吧 用这种 这种温性很强的 哎 治疗看起来 是这个体表有假热的 但是呢 本质还是有寒相的 顺从疾病的假象啊 顺从疾病的假象 您比如说热因热用 寒因寒用 塞因塞用 通因通用 是吧 这些叫做反制法 这个本身也是中基的重点 是吧 也是中基的重点